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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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帮我打开 三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打错了 掌声有请 刘体林导演 猜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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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你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 不敢说 为什么呀 我觉得幸福来得好突然 然后又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真实 那么真实 但是又是那么真 姑娘长大了 是吧 谢谢刘老师 能来到我们现场 其实 我们当时在找嘉宾的时候 就在想 李琼最想见谁呀 我真心觉得 他 我不知道他想不想见刘老师 但我觉得 他人生中 改变他命运的人 刘老师绝对是一位 李琼这么激动 说明 他一定太想见到您了 你们多久没见面了呀 至少五六年了吧 差不多五六年了 所以 再说明 我今年 六十八岁了 已经退休八年了 离开电视的事业呢 基本上就是 到地方之后 就没有在北京 经常在外地住 所以李琼为什么 觉得我不会来呢 他知道我一直在外地 所以没想到 谢谢刘老师 专门赶来 真的感谢 感谢 田明导演说 好多人 好多活动 因为只要跟春晚相关的 就有可能找到田明导演 他说 年纪也大了 我一般的很多活动 就不参加了 但是李琼的事 或者将来王维念的事 我肯定得去 得参加 对 好多活动